黑白画面的场景里 一只独眼小熊静静地躺在地上 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走过 将他小心放在证物盒里 这幅画面 有一种生命被幻觉和黑暗纠缠 并拉近深渊的感觉 另一边 破碎的车玻璃旁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正在忙碌 而在地下 静静地躺着两具尸体 命运给老白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 他的病情竟然有所好转 看来跟小粉的野外之旅 成功将癌细胞饿死 病情虽然有所好转 但再也回不了头了 他愤恨命运如此地戏弄他 这也导致了钱赚够了 人还没死 老白约小粉出来 小粉自从上次看到老白吐血 就一直担心他嫁和吸取 老白故意逗小粉 说自己得了放射性肺炎 看到小粉伤心难过 老白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 老白对小粉说出实情 自己癌细胞减少了80% 小粉真心为老白感到高兴 虽然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但经过多次的患难与共 两人之间的关系 早已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 只不过这段合作关系即将结束 老白决定把剩下的货卖完后 就金盆洗手 小粉对这样的决定感到意外 但还是尊重老白的选择 因为他知道老白是个被动的坏人 为了庆祝老白狗住了 白嫂决定举行一场家庭聚会 老白一如既往的没有存在感 白嫂被众人环绕中间 特意感谢了小美夫妇的帮助 这让老白很是不爽 明明自己冒着老底坐穿的危险赚的钱 功劳都是别人的 而且这些钱沾满罪恶 却拿来像好事一样庆祝 不得不说很是讽刺 当然众人也不忘采访老白 老白表示 刚患癌的时候 我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我 但病情好转了 我又问了我相同的问题 这让众人一脸茫然 其实老白说的是 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他 老白喝着闷酒 汉克则在向小白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 小白好奇的眼神 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崇拜感 这些是老白从来没有享受到的 老白那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多想告诉小白 是谁从边境回来后瑟瑟发抖 你老爸最近经历的比这凶险的多 汉克一直是小白心中的英雄 显然对汉克的崇拜又加深了几分 老白给儿子倒上最烈的龙蛇蓝 得到汉克的同意后 小白这才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紧接着 老白又给小白倒了一杯 在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小白刚想征求汉克的同意 当老白继续给小白倒酒时 汉克阻拦老白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拦处于海森堡状态的老白吗 显然不能 我会把这杯子拿起来 我认为我们曾经在这杯子长久不够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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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汉克想缓和一下气氛 但老白却不依不饶 丝毫不给汉克面子 现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剑拔弩张的气氛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 小白及时就场 这场闹剧才得以结束 老白不仅不去关心儿子 还露出一脸风骚的表情 显然喝完酒 老白海森堡的人格显露了出来 就算今天不灌酒 以后也会有类似的举动 这是老白对汉克长久压抑的 男人自尊心和控制欲的反击 第二天 老白就后悔了 他意识到了昨天的失态 赶紧打电话给白嫂道歉 气头上的白嫂没有接 老白决定为家里做点什么 刷碗时水流浑浊不清 检查后才发现 原来家里的热水气坏了 之前给老白治病时 一直没钱修 老白来到商场 推销员向老白推荐评价产品 但自尊心报表的老白霸气回应 钱不是问题 这让推销员感觉遇到了对的人 老白买了这里最好的热水气 只不过在数钱的时候 偶尔会有一张带写的 不能让人发现之余 也似乎在提醒老白 这是一笔不易之财 画面来到白嫂这里 本该下班的时间 白嫂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还在为老白的耍酒疯感到不解 泰迪的出现打断了白嫂的思绪 白嫂发现公司账目有点问题 可泰迪却答非所问 她问白嫂为什么还不回家 白嫂突然哭了起来 开始大吐苦水 老白得了癌症 虽然病情有所好转 但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隧道的尽头本该有光明 但光明好像遥遥无期 泰迪安慰哭泣的白嫂 并握紧了她的手 白嫂将手抽了回去 正当泰迪以为没戏了 没想到白嫂擦了下鼻子 又将手递了回去 隔天上班时 白嫂故意将鼻筒打翻 吸引泰迪的注意 这个就是IT 傻乎乎的老绿 还在家里钻来钻去 你还钻个锤子子 白嫂都快被泰迪钻了 相比于老白 小粉跟珍妮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幸福感一出了屏幕 一大早就为珍妮做爱心早餐 她手忙脚乱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 珍妮提出要帮忙时 小粉很风骚地说 我的女人不需要干活 煎蛋做好了 小粉把卖向好的那份 让给了珍妮 珍妮趁小粉拿叉子的时候 挑出煎蛋里的碎蛋壳 吃完饭 小粉拿出了幼年时的画作 分享起了当年天马行空的想象 上面都是超级英雄 她的脑洞之大 没有十年的脑血栓 根本化不出来 凡高都自愧不如 其实这些英雄 也反映了小粉的内心 其中的一个倒行侠 充分反映了小粉 遇事喜欢逃避的性格 如果小粉没有走向企图 估计也没漫威什么事了 两人交谈间 听到有人敲门 珍妮慌忙穿上衣服 快速从后门跑回房间 原来敲门的是珍妮的父亲老汤 珍妮装作乖乖女的样子 给父亲开门 小粉迫不及待的 想要在未来老丈人面前表现自己 但珍妮好像变了一个人 装作完全不熟的样子 应付几句就拉着老爸进门了 只剩下小粉在风中凌乱 小粉还在为珍妮没有官宣 他们的消息 而感到烦恼 珍妮突然到访 她已经送走了老爸 小粉不高兴 问珍妮为什么不把自己介绍给父亲 小粉很在意这份感情 而珍妮的表现很像王而已 难道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但珍妮却说父亲是个严厉的人 你现在一副不务正业的样子 而且还跟自己女儿有一腿 她肯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气得小粉出去静静 当她坐到车里时 还看着门前 显然小粉动情了 小粉还在怀疑人生 珍妮从门缝送来一张道歉手绘 如此别出心裁的道歉 小粉这个傻孩子脸上 再次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相比于小粉的潇洒 老白就苦不堪言了 老白装好热水器 小白很高兴 再也不用喝有毒废水了 老白趁机对小白说 不该再派对给你灌酒 但小白却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不该吐在泳池里 这让老白心里更加愧疚 扭头又去干活了 热水器下的地板长期泡水 已经被腐蚀的不成样了 老白去商场采购 一个购物车吸引了她的视线 这都是制毒所用的物品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 还拿错了材料 身为化学界的爱因斯坦 老白自然不能忍受这种低级错误 这届年轻人真的不行 老白的职业病又犯了 于是化学老师在线教学 告诉这个菜鸟 你不仅买错东西 还不该在一个商场买其所有材料 显然 老白是瞧不上这些垃圾货的 老白的一番话 吓得男人落荒而逃 本班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老白一想不对啊 这不是自己的地盘吗 难道有人来砸场子了 老白越想越起 不把我海森堡当回事 前方高能 这该死的压迫感 theing of the 人шей中的 那么重心 他越来越低 这次是 中递 中递 Tory 看别的美剧我总觉得这是别人的故事 唯独这个 我感觉在从上帝视角看自己 更精确地说是看自己内心的一部分 渴望财富 健康 等等 这一集没有制毒 只有老白的平淡生活 经过了一天的乏味生活 老白终于明白 自己一旦不当海森堡 就只能够变回从前那个 不受人尊敬的化学老师了 他想要的是掌控命运的成就感 接下来 让人闻风丧胆的海森堡 将会以什么方式回归呢 下一集本剧最大boss炸鸡书 还有30秒到达战场